虽然你做了别人的情人 但请坚守这三条原则 情人做的好就是知己 做不好就是仇人 情人的爱虽然不被看好 但是它毕竟也是情 毕竟也是爱 如果你是本着追求爱情的年纪 爱上了一个有家世的人 那么请记住 爱情是自私的 没有必要骂自己 更没有必要嘲笑自己 但是要记住 做了别人的情人 并不意味着毫无节制的爱 在保持这份情人关系时 请坚守这三个原则 一 别人的婚姻与家庭 请不要干涉 你们的情是情 别人的爱也是爱 当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 就不应该把你们之间的关系 当成夫妻关系 情人关系永远比不了夫妻关系 你们两个人情只是暂时的 是很难走到最后的 请不要用你们两个人短暂的感情 换取别人一辈子的婚姻 一辈子的爱 二 当对方离开时 请不要死缠不放 情人的情本就是短暂的 当你做了他的情人后 就应该做好他要离开你的准备 因为只有做好了准备 才能在对方离开你的时候 不会过分伤心 更不会过分的不舍 既然对方选择离开 那就应该让对方走 不要死缠烂打 因为那样会让对方 更加坚决的离开你 等对方离开你后 去寻找一份真正的感情时 不要再做别人的情人 只有这样才会在感情中 少受打击 三 对方不是你的未来 请等待另一个爱你的人出现 做了别人的情人 请不要把自己的未来 全部压在这个男人身上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永远只是昙花一现 选择做情人时 最好的心态 就是把对方当作拿得起 放得下 在情人关系中要知道 对方一定不是你的未来 因为对方更看重的 还是他的家庭 在维持情人关系的时候 请等待一个爱你的人出现 当爱你的人来的时候 这段情人关系也就应该结束了